QVM的新系统 我是若狗人XDAB持组人的 一点秀灯 BAN BAN 好 今天也有若狗人XDAB的新 content 请期待 我们在12月1号的时候 要推出新的系统 删从记录盘 這個新系統 三層紀錄盤裡面 可以獲得DNA點數 那怎麼玩呢? 就讓我介紹一下吧 OK? 首先 進入到三層紀錄盤的介面裡面 玩家需要派出10位角色與18武器 請注意喔 全訂好之後 直到下次同志都不能變更 但是如果角色能力提升的話 那紀錄盤裡面的角色數值 也會跟著提高 選擇好武器與角色後 就會看到數值產生變化 這些數值會影響大家在紀錄盤裡面的行動 例如戰鬥或是移動 特別說明一下 戰鬥或是真的操作 而是以數值決定勝負 另外 先從紀錄盤都會有四個玩家 一起參與 每個玩家都可以走完所有的格子 不管那格子是不是有被其他人走過 格子分為五種類型 戰鬥、探索、句點、農曆、回擊 每個格子裡面都有說明 完成會獲得什麼等力 裡面當然也包含了DNA點數喔 而最後也會依據參與的四個人做排名 並且獲得DNA點數作為獎勵 先從紀錄盤 每週一的凌晨四點會同志 請大家多多利用喔 好OK 以下就是DNA time 那我們在下次見 Bye Bye